在超市選好的牛排 還有專人幫忙代客料理 想吃幾分熟都不怕煮過頭 煮分熟牛排好了 在這邊選完牛排代客料理 完之後還可以到旁邊 這邊有許多豐盛的海鮮 甚至呢 還有現鋪的生蠔 可以讓你好好享受一頓 豐盛的海陸大餐 微風南山百貨生鮮超市 占地兩千多坪 全亞洲最大 那樣吃全座滿 超市美食富安障就能立即享用 同樣強調現做鮮實的 還有101生鮮超市 生育片或握壽司 讓人看了食指大洞 為了讓食材保持最佳狀態 手捲只會少量鋪在架上 只要顧客提出需求 都能現做供應 感覺這邊的品質比較好 有在把關 所以是熟食的會來這邊 就連新一成品也看準鮮食商機 提供有機蔬菜以及在地食材 還有24節氣最適合吃的食材資訊 增加美食深度 這連調味料或餐具也沒少 雖然評數不大 但都是一時之選 而且還配合書電影夜時間 開到深夜12點 我是來看樹的 然後就被吸引過 對 我不知道有幾個地方 可以買東西的 白貨除了用餐廳吸引人潮 就連超市也要再進化 提供體驗行銷 吃的東西是比較沒有辦法 有些體驗是沒辦法透過網購 來達成的 想求健康 或是自己煮的風氣是很高 用特殊的餐飲之外 它也要引進一些大型的 這個生鮮超市 走向生活品牌 儘管百貨內的超市價位較高 但仍有不少的客群 甚至還有百貨超市的年營業額 破10億元 金人商機也難怪各大百貨超市 越開越大 也越開越晚 記者楊哥 謝偉宜 台北報導